1月3日凌晨,在河南路易县老军台门口,一群游客,因然放爆竹烟花,招来警方干涉。结果群体带来的冲动,使得一群少年,与民警发生冲突,甚至打砸了警车。 在警方通报中提到,当晚,路易警方,依法迅速果断处置,恢复秩序,现场得到有效控制,未造成人员伤亡。 可见,当地还是迅速处置了事态,此事造成的损失有限。但这个事情发生后,却激起网络热议。 从对错上看,打砸警车,肯定是违法行为,这应该没有争议。可我们单看,燃放烟花爆竹这件事。 从情理而言,中国人确实有燃放烟花爆竹的传统。而告别了,多灾多难的2022年,燃放爆竹,对很多人,可能更有纪念意义,这也无可厚非。 不过,相信很多人也都知道,烟花爆竹带来的污染和安全隐患,也是客观存在的。 早在清朝晚期,北京上海就已经开始限制烟花的燃放。 而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,全国近三百座城市,也已经出台了,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相关法规,并不是这几年才开始限制的。 但为什么,很多人记忆中,以前很长的年份里,基本没人管呢? 关键就在于,民众已经习惯了燃放,突然禁止,根本管不了,导致规定的禁放,却如同虚设。 就拿北京来说,这三十几年来,已经翻来覆去,改了好几轮。 1987年,北京市就出台了,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暂行规定。 当时主要从安全角度出发,考虑将烟花爆竹纳入爆炸物管理。 当时采取逐步限制,趋于禁止的原则,以求逐步推进,最终实现禁放。 但实际上,并没有见效,而安全问题,也层出不穷。 到了1993年,北京关于禁止燃放的规定,开始正式实施。 明确承拔区禁放,郊区由各区县自行决定,是否能够燃放。 当时,如密云等地,也曾考虑全区禁放。 但就像前面说的,当时全国接近三百个城市,都制定了禁放的相关法规。 但是根本管不了,也禁不了。 管不如书,禁不如现。 2005年,北京通过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,改禁放为限放。 当时的限放区域,就是五环内。 但说是限放,实际主要是从销售上管理,以及部分区域的禁放。 而放开后,烟花消费,确实不断增长,并在2009年,达到顶峰。 但就在这时,出了一件大事。 2009年的袁小姐,央视新指办主任徐薇,在央视在建的北配楼违规燃放烟花。 结果导致发生特大火灾。 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,超过1.6亿元。 有一名消防队员牺牲,多位消防人员受伤。 这件事,引起了极大震动。 自此,北京再次加强了烟花爆竹的管控。 但并没有,立即转为禁止。 直到2013年,全国多个城市,开始出现严重雾霾。 北京连续多日发布,空气重污染成色预警。 为了缓解雾霾现象,北方众多城市发布了停产限产令, 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,还有露天烧烤。 当时的专家表示,每年的除夕和元宵节, 夜间都会出现明显的污染浓度高峰。 并认为,这和燃放烟花爆竹,有很大关系。 此后,燃放烟花爆竹,就成了导致雾霾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全面禁放,也就在越来越多的城市, 被推广开来,甚至成为文明城市的重要考核内容。 也是受此影响,北京从2013年之后, 烟花销售量连年下降。 最终到2017年,北京修改规定, 明确五环以内,改现范围进放。 此后的管理,也就越来越严。 2021年12月,北京发布正式决定, 自2022年1月1日起,除环球影城度假区外, 北京全市,进放烟花爆竹。 近40年的兜兜转转,烟花燃放,又回到了全面禁止。 全国很多城市,也大体经历了这一过程。 为什么禁放? 从前面梳理来看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, 可能会觉得,只是为了环保。 但谁都清楚,烟花爆竹的燃放, 绝对不是污染的主因。 春节期间有控制的放一下, 也不会对环境,有很大的影响。 这也是很多地方,呼吁放开进放的核心依据。 但其实,目前的进放,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。 尤其人口越是密集的城市,安全考虑越重。 如今很多城市,高楼林立。 很多建筑外面,还有大量的可燃装饰物。 还有露天的,电线电力设备等。 这些在空气中,遇到明火或高温, 就会立即起火燃烧。 安全问题,才是很多城市这几年, 重新禁止燃放的关键。 当然,这并不是说,必须一尽了之。 毕竟燃放烟花爆竹, 也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。 所以,完全可以通过,划定燃放区域, 限制燃放种类等,来实现分层分类管理。 根本没有必要搞成全面禁放。 比如大连采取的方式, 就是制定区域,限制时间。 2022年12月30日,大连发布通告, 规定了多个区域,为控制燃放区。 在区域内,允许燃放时间,为腊月23, 除夕,正月初期,正月15, 这几天的,70至23时。 而控燃区之外的地区,允许燃放时间, 从腊月23一直到正月15, 也是每日的70至23时。 这是大连政府,对民意需求的回应, 但毫无疑问,也增加了政府的工作难度。 除了大连之外, 东银宾州,也颁布了类似的政策。 相比一刀切的全域禁放, 这些城市,对燃放爆竹的管理, 显然更人性化。 还有另外一点, 此次的砸紧车, 给人带来的困惑是, 这些年轻人究竟怎么了? 不管是视频中,还是照片里, 都可以看到, 这些人非常年轻。 网上称他们是00后, 有的看上去, 可能只有16、7岁, 还是一副未成年的模样。 微博上, 甚至有一些人, 把这些年轻人的行为, 与境外势力联系在一起。 这当然是, 故意泼向年轻人的脏水。 这些少年, 大概率不但没收过美元, 没去过美国, 很多人, 可能还是粉红里的一员。 他们的行为, 毫无疑问是违法的。 但如何理解, 这些年轻人的行为, 仍然是一个问题。 一个诱因, 当然是燃放烟花。 但这次冲突背后, 真正潜在的问题, 并不是烟花这个偶然事件。 从事发地来看, 河南陆毅, 一直以来, 就是劳动力的输出大线。 根据人口普查结果, 截止到2020年, 陆毅县, 共有常住人口95.8万人, 15至59岁人口, 为53.2万人。 而根据河南发改委, 2021年的报道, 陆毅作为河南省, 劳务输出基地线, 有富于劳动力, 47万余人。 每年外出务工人员, 达30万人。 近年来, 随着陆毅强力推进凤还潮工程, 陆毅县外出务工人员, 累计返乡创业达9万人。 这样算下来, 即便这两年, 有不少人回来, 应该还有20多万人在外务工。 算起来, 大概占到陆毅当地市林劳动力的一半以上。 往年过年的时候, 这些外地务工人员, 也是激活, 陆毅当地经济生态的强心针。 他们一年辛苦地在外打拼, 到了过年回家消费。 但是今年却完全不一样。 事实上, 对于很多中西部的县城来说, 今年返乡的时间有些早, 今年县城的年轻人有些多。 在往年, 或许这些年轻人, 还在北上广深, 特别是沿海地区, 以外贸为主的厂区打工。 但今年11月后, 受海外需求大幅下跌, 以及疫情冲击的影响, 很多人早早地回到了家乡。 所以在元旦, 而不是在春节, 就有大量的年轻人, 聚集起来, 参加各种活动。 而刚刚过去的2022年, 对每个人来说, 都不容易。 这是这么多人, 聚在一起的原因。 人们需要一点发泄, 也需要看到很多人, 在一起的场景。 这本身, 就包含着某种希望。 在这样的场景中, 年轻人, 感受到了快乐。 很多人拿着手机拍视频, 甚至有不少人在直播。 然而, 在周围叫好怂恿下, 一些年轻人与警察的冲突, 演变成了打砸警车。 在一片叫好声中, 那些年轻人, 似乎感受到了鼓励, 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感。 这可能是他们, 在现实中缺失的东西。 对小县城, 乡镇, 乃至农村的少年来说, 摆在他们面前的, 只有两条道路。 好好学习, 通过高考的竞争, 到大城市读大学, 如今却是迷茫和就业困难, 或者是追随父辈的脚步, 到大城市打工。 而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, 也是不知所措。 毫无疑问, 这两条路再过去三年, 都更加艰难了。 特别是今年, 比往年的日子更难。 从12月初开始, 不管读大学的, 还是在外打工的, 都已早早回到了故乡。 县城看上去, 是比往常热闹了, 因为人更多了。 但是这人气, 只是人的聚集, 不是希望的相聚, 而是不安的汇聚。 这些情绪的堆积, 只等一粒火星, 将它引爆。 从年初集体断供, 再到自发游行, 挥舞白纸, 恐慌抢购等等。 民众不愿意配合的情况, 越来越重。 这背后, 是三年多来经济的不景气, 生活的困难, 也是政策层层加码, 只赌不输的懒惰。 人为制造了, 不必要的陷阱, 反而引发社会的私利。 是否既然烟花爆竹, 其实不算什么大事, 但就是这么一件小事, 却出现大量民众, 普遍不配合的现象, 而且情绪, 越来越激动。 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, 显然, 再小的事, 也就不是小事了。